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倍数和分贝进行转换的这样的一些值 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这上面列举了很多关于倍数和db进行转换的 我们遇到想要转换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问题转换 把原来的问题转换成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从这里开始思考 接下来我们带动下面的这些表 运用这些值来进行我们计算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上一些业余无线电操作上考试当中的真题 首先会放出问题 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解答 首先第一题 一个放大器具有20db的信号增益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这里的关键词 首先是20个db 20db是我们的数字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信号增益 信号增益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信号实际上比原来的大了 而不是比原来的小了 如果这里是信号损耗 那么就比原来小 所以说呢 这个20db一定是加20db 而不是减20db 20个db 我们通过刚才的表可以得知 它是什么呢 它是100倍 它是100倍 那么答案很明显了 答案就是我们输出信号 要比输入信号大100倍 它是输入信号的100倍 下一题 射频信号通过某电路时 产生了20db的损耗 这部分被损耗的能量怎么样了 在这里呢 这条题其实并不是 问分配相关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可以跟着上一题引申一下 这里说的是损耗 那么他们也就是输出 要比输入信号要弱 所以说呢 这里的20db应该是减20db 如果他问这代表了什么 那么我们就回答 输出信号 比输入信号小 而是弱了100倍 100倍 那么在这里呢 他的答案呢 其实在问 这个被损耗的能量怎么样了 这个能量呢 实际上是被散发掉了 和我们今天的题目没有关系 不过也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学习 下一题 下一题叫某电路的输出信号 功率是输入信号的100万倍 该电路的增益是多少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00万是多少 100万是1后面跟了6个0 1后面跟了6个0 它是多少呢 它是10的6次方 10的6次方 那么我们用之前的来算 10的6次方 100万倍是多少db 我们用问题转换的方式 10的几次方是100万 10的几次方是100万呢 刚才我们说的很清楚 是6次方 对吧 所以说呢 10的6次方是100万倍 6再乘以10 等于60 那么这两题答案就出来了 60db 下一题 信号输出是输入的5倍 那么增益是多少 5倍 我们用刚才的那个常用的转换表 可以得知 5倍就是7个db 输入比输出大 那么也就是加7个db 答案也出来了 第一题60 第二题是7db 下一题 下一题 输出信号的电压 是输出信号的100倍 该电路的增益是多少 100倍 我们刚才的那个表查到的是20db 但是在这里注意 这里用的是电压 而不是功率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关系 因为呢 在上一期视频我也提到了 电压 电流 它和功率 所用的转换公式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呢 电压和电流 因为它是敞量 所以说 它在转换成db之后 一定要再多乘以2 也就是说 100倍 我们如果用刚才的表来进行转换 刚才的表上面 只写了20db 但是我们因为这是电压 所以要再乘2 也就是它是40db 下一题 如果是10000倍呢 10000倍标准上来讲 我们是40db 但是在这里 因为是电压乘2 所以是80db 我们可以看到40和80 如果在这里选成了20和40 那就错了 如果题目电压变成了功率 那么它是2040 这里还是4080 好 接下来的两道题 这两道题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题目上只有两个字不一样 第一题是功率 第二题是电压 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看 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1% 那么它的增益是多少 我们可以注意看到这里 1%说明输出比输入要小 输出比输入要小 然后它问的是增益 增益是往上的 增益是好的 但是我们输出比输入要弱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灵活的运用我们db的知识 db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增益 增益是正的 那么肯定输出要大 那么增益如果是负的 那么输出就小 这个我们要这样理解 1%就等于除以100 除以100就是减20个db 我们说增益是负20db 也就相当于说我们增益是负的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增益 我们是减益 我们输出要比输入要小 也正好符合了提议 那么在这里这道题答案就是负20db 那么我们看到下一题 下一题只有两个字不一样 功率换成了电压 换成了电压 我们的这个公式不一样 我们的结果再乘以2 负20乘2等于负40db 也就是说这两道题 在这里首先考了一个 这个关于db可以是正 也可以是负的知识 其次呢给大家一个 我们输出比输入小 同时考增益 让大家知道在这里可以是负的 再其次功率和电压 大家一定要分清 那么刚才讲的几道题 都是关于我们如何 直接计算我们的db 在这里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关于分贝的正确使用方法 这个正确使用方法在这里呢 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 db呢是表示两个量的 一个比较方法 因为我们在公式中也看到了 它一定要有一个a和一个b 两者进行比较 或者两者有个倍数关系 我们才可以用db来表示 我们不可以直接用一个量 来表示db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a和b 他们的功率差了多少倍 可以说他们差了多少db 但是我们不能说a的功率 是多少db b的功率是多少db 这话没有意义 因为a的功率是多少瓦 你说它多少瓦 可以 你直接说它是多少db 不行 因为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过 db它本身是倍数关系的 另外一个表示方法 比如说我说五倍 五倍它其实 我们把它算成一个数 可以把它算成一个数字 那么五个db 其实也可以把它算作一个数字 它并不是一个带有单位 带有明确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值 所以我们说a的功率是多少db 其实不对的 功率的单位是瓦特 是瓦 我们说它是多少db 其实没有意义 不对 就好像我们说a的功率是10 它没有瓦特 它没有瓦特 其实就没有意义 我们要注意这个题目 它是怎么样去说的 一定要有一个 谁和谁比有多少db 这样是对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特例 就是db这个单位 如果在后面加一个后缀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 叫dbi dbd这些单位 它后面多加了一个字母 这个时候 它就有一个定义物理量的 一个带单位的一个明确意义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比如a的功率是多少dbm 我们可以这么写 这个它是有明确意义的 但是a的功率是多少db 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多做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使用分贝的优点 刚才讲了那么多怎么去计算 那么接下来可能有朋友要问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分贝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 5倍就是5倍 10倍就是10倍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因为5倍 10倍都比较简单 但是像100万倍 1000万倍呢 它后面零很多 我们要写很多的零 这样就不方便了 而且在我们实际的运用当中 很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数字 它还有整有零 每一位数字都不一样 然后呢 两个大数 如果我们要进行相乘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非常的麻烦的 不好计算 如果把它转化成了分贝 那么转化成分贝之后呢 不管你后面有多少个零 转化成分贝之后 可能就是几十 称死了100多 100多 而且 如果我们比如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通信链路 或者说是接收机 发射机 这样的发射机 这样的东西 我们 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部件 有很多的射频集 每一个集都有它不同的增益和损耗 那么如果我们用倍数来做呢 一定要相乘或者相除 这样的话呢 最后的数字会很大 而且不利于我们用手来计算 也不利于我们去进行估计 但是如果把它转化成分贝 我们乘除计算 变成了加减计算 而且这个数字呢 是一个小的多的 要我们很常见的 这种数字的级别 数量级上 我们很常见 所以说呢 在很多级的这个通信系统当中 我们进行一个加减法 要比乘除法要简单的多 在这里呢 就要跟大家来说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使用DB的一个 非常直接的方法 就是大数不好算 大数乘除 要比小数加减难得多 我们把它都转换成DB之后 进行加减法 要简单的很多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DB加后缀 这个知识点 我们在下期视频会给大家讲到 DB加后缀有什么好处 我们刚才说了 DB是两个量进行相比较的 那么DB加后缀 就直接默认 我们是一个量 和一个标准量来进行比较 和标准量进行比较的好处 就是在于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都和标准量进行比较 那么就有一个基准 而且标准量 如果它是个标准单位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其他的物理量 也用DB来进行表示 这样也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最后我们给大家再带来两道操作上相关问题 这个问题呢 刚才我也说了 在多极链路当中会有遇到 信号依次通过增益为XDB YDB和ZDB的三个电路 那么它的总增益是多少 这里有两道题 第一道题以DB为单位 第二道题以倍数为单位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它有三个极 XY和Z 那么我们如果信号直接穿过去 我们的倍数是相乘的关系 DB直接是相加的关系 所以答案直接X加Y加Z的DB 如果是倍数关系 我们要将我们倍数转换为DB的关系 把它给再倒回去 倒成倍数 也就是说X加Y加Z除以10 然后整个这个数是用10 然后做它的这个次方 这样得到了我们的倍数 就是我们的这两道题的答案 好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稍微的讲了很多的 关于操作证考试中的真题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停的锻炼 不断的练习 来达到使用DB 非常熟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程度不光是在操作证考试当中 可以用得到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平时的电路学习 以及制作当中 都非常的有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期视频会给大家继续带来DB相关知识 好的 感谢大家支持 七十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